在2014年有部神奇的动画 三平房间的侵略者 男主肖太郎花了5000日元 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 租下了一间简陋破旧的房子 之所以会这么便宜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间房闹鬼 而且鬼的性别还是女的 这就很哇塞有母游 而女鬼小苗的外表镜 只是一位个头矮小的少女 她说这间房间是她的专属 以前的房客都是她瞎跑的 可肖太郎却一点都不怕小苗 主要原因是因为 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租了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一位少女破窗而入 她自称是马猴烧酒的佳佳 说是感受到这间房间有大量的魔力 她要保护这些魔力 不被邪恶之人占用 于是她让其他人赶紧离开 很快这里就是一处魔法战场 可说了那么多 小太郎二人压根就没搭理佳佳 因为他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个中二病犯的cosplay 就在七分又一次陷入僵持之时 一位身材火大的成熟女人莉莉 从地下走了出来 她自称是古代文明的墨艺大地之民 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想要寻找初恋精能 但却对小太郎等人说是要入侵地面 所以莉莉也想要这间房间的使用权 来作为根据地建造祭坛 这还没完 随后墙壁上又出现一个炫酷的传送阵法 紧随其后一位少女从中走了出来 还带着一个女随宠 她是距离太阳系 有一千万光年的皇国的第七女皇提亚 而随宠名叫杜斯 提亚比之前所有人都更加霸道 因为她说自己是来历练的 所以她不光要占有这间房间 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宣誓效忠 但最后所有人都还是坐下来好好商量 由于房东静香是一个超级美少女 所以小太郎不仅为了要保住这便宜到爆的房子 也要为了美到爆炸的静香而留下来 即便面前是众多少女 她也绝对不能吃亏 可看着眼前一个死了的 一个想要整住世界 一个要入侵世界 一个来这个世界历练的少女 这怎么看都不会亏好吗 由于几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都是相对特殊 所以他们不能毁掉房子 所以只能将房子当作领土来划分 然后通过制斗来夺取房间的领土 于是小太郎便开始了 每天都要过着跟美少女斗志的幸福生活 每天要进行五次比赛 每个人可以决定一次自己想要的游戏 而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比试 竟然是刷王八 马后烧酒佳佳无法做好面部管理 好牌要被拿走就硬硬硬 坏牌要被拿走就哈哈哈哈 这场比试佳佳输得最惨 而本以为走出这间房子就可以稍微清静一下 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 家里那几个祖宗竟然集体转学 成了小太郎的同伴同学 而死了的小苗也跟得过来 这意味着房间侵略到作战 不只是局限在屋子里进行 接下去决定比赛项目的人是莉莉 于是学校的马拉松比赛 变成了几个人的竞争项目 但是比赛需要两两成队 于是小太郎找到了学校 暗恋她已久的学姐帮忙 而在比赛开始之前 莉莉却跟黄女提亚发生了矛盾 莉莉身边的图偶在帮莉莉寻找学校的强力队友 却被提亚针对打算毁掉图偶 这样一来莉莉就会成为光感司令 那么她伟大的黄女队 夺回三平房间的机会就会增大 于是这本来是后宫动画的剧情 突然变成了炫酷的战斗动画 但这插曲并不影响马拉松比赛的进行 莉莉能救是最先从在前面的 所有人都陆陆续续地开始奔跑 只有可怜的马侯烧酒家家 才开始跑没多久就打算放弃 但学姐却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伸出援助之手 家常的女孩都是自带超能力 唯独学姐这一介凡能却赶化了马侯烧酒 亚萨西之力爆发 直接让家家变身成真正的马侯烧酒 然后使用魔力清楚了两人的疲惫 虽然他们的体力速度都不如黄女提亚还有莉莉 但是这场马拉松是障碍炮 最后一关障碍竟是需要拿到纸条上写的东西才能通过 速度最快的提亚和莉莉分别拿到的纸条是 夺取一款A杯以下还有D杯以上 这么一眼人都知道是在指谁 这道题妥妥就是为了二人而准备的 于是两人展开了杯杯争夺 结果一耽误 那后面慢慢跑的家家还有学姐给赶了上来 家家抽到的是朋友 而学姐抽到的是社团后背 就这样已经趴下了小大狼子 被学姐找到当成了社团后背 而学姐则成为了家家的朋友 顺利通过了马拉松的最后障碍 眼看胜利无望 提亚和莉莉也都放弃了争夺 三位房间的占有权也发生了变化 但他们之间的争夺之战是绝对不会停止 不过几年从一开始人力争我斗到后面关系 竟然逐渐拿进 因为提亚随从路斯抽到了海边度假的体验券 这就意味着泳装福利来了 留个女生都给忘了还有比赛抢地盘的事情 纷纷集体去挑选漂亮的泳装 但是几个后宫终究是敌不过正宫 他们在小大狼面前展现出最凉快的一面 结果小大狼却瞧他们一眼都没有 只因为学姐的纯情终究是打败了性感 一截更比六截强 这里的六是指房东也加入了进来 学姐这波直接是头家拆水晶 面对小大狼的无视 妞女都感觉到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却很强 最终小大狼这等渔民 还是为妞女狠狠地进行了一场爱的教育 而妞女也真的是没有做正宫的潜力 把小大狼埋了之后就去一旁玩耍 给了学姐陪伴她的机会 供估了正宫的位置 后之后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对小大狼又进行一场爱的教育 不过很快 幽静小苗就被幽静猎手给抓走 打算卖掉 他们找到一个很漂亮的王者抓捕小苗 其他人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事事 小大狼还在跟学姐谈心 由于说一只王者小姐姐是长得真的好看 很快 妞女也终于发现了小苗被人抓走 房东金香更是拿出了巡农吃 巡农分金 看禅山 意义重禅室 意义重关 但并没有鸟用 最后还是通过利益的图货找到了小苗 妞女也是化干戈为玉帛 都决定要一起去救出小苗 而其实小苗之所以会独自出去被抓了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吃了学姐的醋 她一直都生活在三名房间没有朋友 所以王者小姐姐就一直拿着试说 告诉小苗人类是不可信的 但在小大狼等人帅气等长后 小苗还是被感动到了 其中妞女还打算讲道理让对方放了小苗 但地人却说 法律并没有说不能抓幽灵吧 这句话可就提醒了莉莉和T亚这两个暴力狂 他们一个是大帝之女 一个是外星皇女 法律对他们也不起效果 才说了也没有法律说不能打死幽灵猎手 于是后宫福利番又一次变成了战斗番 不得不说编剧就很懂观众 既有想看的福利还有帅气的战斗 真的是全都满足 但是房东你的手为什么着火了 就很离谱 看着有人来应救小苗 王者小姐姐无法接受 她认为所有人都是虚假的 于是彻底暴躁吞噬的小苗 变成了一个巨人恶灵 所有人一时间都没有办法 但小狼却手握着祖母给了辟邪护身符 恶灵退散 家内安全 凭借着护身符的威灵 恶灵真的被驱散了 而小苗先不说属不属于恶灵 反正肯定是家内的 所以安全没有被驱散 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所有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 而小苗也跟小太郎恢复关系 但这显然是做好了当后宫的准备 而很久没有比赛分地盘了 不过最近小太郎却拿出了自己的地盘 请求警女帮自己写剧本 这因为既有那边因为文化纪的到来 正愁得而写不出剧本发愁 而身为男主的小太郎 不仅要瘦得咬后宫 为了机友更是得两肋擦刀 最后是提亚的剧本被选中 它写的是公主和骑士的剧本 但是等到出演的时候 公主由学姐誓言 因为骑士是机友 导致学姐无法发挥出真心 于是小太郎就一本正经地 抢走了主角位置 说是帮学姐恢复状态 好家伙 这千层套路玩的是真牛啊 合着为机友两肋擦刀 就是把它当成工具人 而小太郎的出演 则也变相符合了提亚的内心 因为这个剧本出自她手 她在小太郎身上 看到了真正的骑士影子 所有人也都打心底地认为 小太郎和学姐是绝配 提亚也只能开口赞同两人演出 这真的就是 而我虑我自己 而提亚真正被攻略的是 自己姐姐恶黄女走上门来时 小太郎在她的面前 真的表现出了 她心中那骑士的一面 还打败了恶黄女 那一句 我可是你的骑士 在提亚脑中 久久无法忘怀 而打败了恶黄女后 佳佳的死对头 虽然佳佳极力解释 这是坏人 但少女的甜美可爱 还是让所有人都对她放下了防备 所有人都不相信佳佳的话 而她是马儿收酒的身份 其实大家还不怎么相信 能就认为她只是一个 穿着口子服装的中恶少女 佳佳在学姐的安慰下 坚强了自我 即便不被伙伴相信 但她也要守护伙伴 死对头的出现 只会让这三平方出现灾恶 佳佳的魔法 似乎有些不敌死对头 两人是在魔法开始对决 于是这部动画又一次变成了战斗番 在一连串连字幕都没有翻译过来的 因为魔咒出现后 马儿收酒的战斗就此打响 但佳佳其实真的有些不敌对方 最终小太郎却出现救下了佳佳 反叛少女看到佳佳这边 人多势众 把学姐当作人质 让他们束手就擒 佳佳还因此替学姐挡了一下攻击 这让小太郎当场崩溃 不过这时学姐就突然头发一变 小太郎获取在此时才真正明白 喝着身边就没有一个正常人是吧 房东会火拳 学姐会魔法 所以脑子不装了 剑神附体 反叛少女就轻松被干爬了 喝着家家活着就影响小太郎发挥是吗 喝着反叛少女也是不作不辞 几个人都打不过了 还跑到人家三瓶脑潮 在这里您就会看到小太郎飞天遁地 很显然 他已经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设定 不能给普通人丢脸 先让其他几率全运会魔法 而最强的也不是小太郎和提亚丽丽等人 虽然他们战斗力已经足够强大 但当房东进香出场 反叛少女只是一击就被打败 很显然这招名字叫做 没有副作用的八门盾甲第八门 而打败了反叛少女 却在最后被他使用了试异魔法 所有人都失去了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记忆 导致大家都忘了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又回到以前认为家家 是个喜欢扣四的普通少女 但这一次虽然他心有不甘 可却不会像之前生气 大家都不相信他了 所有后宫都攻略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大帝之女丽丽了 他跟其他戟女不同 因为他是主动出击 他约了小狼去游乐园单独玩 其他戟女都迅速跟得出去 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土地之争 游戏比赛的什么都不重要 前面攻略的几个少女 我想大家都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这些小狼想要得到少女的青睐 都必须有反派来做聊机 每个少女都自带反派 莉莉的地下家族这次也出手攻击 又是一段炫酷的战斗画面 先由莉莉和小狼二人艰难对决 随后宫之农出场营救 打败反派 然后嘴顿开启 顺利收复后宫 故事结束 虽然最后小狼单独给学姐送了一条围巾 然后学姐作文了正宫之位 二三名家居 还有足足六位后宫 就不知道小狼能不能吃得消 毕竟这六个祖宗是真的难伺候 整体剧情看到后面就会有些审美疲劳 但不得不说每次出现的反派 都还是挺有故事的 战斗画面也做得挺棒 从日常翻转变到后宫 翻转到战斗翻 不断切换类型也算是不错的观看体验 我个人认为这算是一部质量还算高的 前后宫翻 另外我也算是发现了 好多后宫翻会出现低分的真正原因 就是因为得罪了原作党 虽然几女都很漂亮 但我还是忘不了开始出现的反派王者 不知道各位到底是喜欢Tia的活泼 还是王者和莉莉的成熟 又或者是佳佳的可爱 学姐的纯情 还是小苗的大萌 可随从路斯又该是什么属性了 好像我没有过多的提到她 最过呀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